你找谁 请问您是何太太吗 是的 你是 凌云是我的丈夫 你也是凌云吗 不太有印象 她是丽安服侍的负责人 两个月前 我的丈夫离家出走了 现在跟您的女儿在一起 4 2 3 4 5 6 转身 1 2 3 4 5 6 7 8 蹲 上升往上提 5 6 7 8 下腰 3 4 5 6 7 8 不对 这里太硬了 挺住 这里保持住 对 这样吧 大家看老师做一遍 下巴往上扬 像这样 好 大家都看到了吧 我们现在做下面的动作 来 站好 对 好 开始 扳腿 对 对 保持住 身体往上提 嗯 好 身体向前倾 好 起身 蹲 转 不对 都做得乱七八糟的 要像这样 头顶天花板 轴心一定要直 知道吗 像这样 蹲 转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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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然 悠然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悠然 你可吓死我了 我怎么了 你刚才在舞蹈室晕倒了 悠然哪 你今天早晨 是不是没吃东西就来上课啊 我吃了 悠然哪 我看你最近气色不太好 是不是身体有什么不舒服 需要到医院检查一下吗 没有关系的 你 跟那种词 你之前想知道 那天 我学到你 你之前有什么 你自己在留心 跟那种 你做过的事 我都会把这种 我做过的事 我做过的事 我做过了 你做过的事 我做过的事 就是我做的事 我做过了 我做的事 我做了我做了 都是我这个做太太的不够好 没有令我的先生满意 也许是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了 所有的新鲜感和神秘感 已经全都没有了 只剩下平淡的日子 这个时候正好何小姐出现了 我的先生也被她吸引了 所以我完全谅解她的心情 老实说凌云虽然已到中年 但她始终是个热情洋溢很有魅力的男人 加上她的才华和地位 只要是她有心 很少有女人能够拒绝她 何太太 我之所以打扰眼来打扰你 别这么说 其实 我和何小姐 有过一面之缘 你们见过 我说出来不怕你笑话 这也是我先生安排的 也许她觉得这样做是对我的尊重 所以她不隐瞒我 是因为我跟何小姐见过面 我觉得她是个很善良的女孩 从她的举止言谈 我就能看出 她一定是个有良好的家教和出身的人 我想何小姐还年轻 她根本看不清男人的本质 我不希望 她把林荫的一时之虚 当成永久的爱情 其实 有的时候 男人很明白 什么是最重要的 他们都会以家庭为重 别看他们在外面花田酒地 这些 也只是玩而算了 俗话说 一日夫妻百日恩 她是个很重感情的人 她绝对不会跟我离婚的 我是不是说得太多了 林太太 如果我的女儿真的介入你的家庭 那我替她向你陪博士 何太太 你千万别这么说 我之所以想找你谈谈 就是怕何小姐如果这样做 会毁了她的幸福 她还小 她根本就不了解凌云 我希望 你能理解我的良苦用心 你别再说了 任何一个做家长的 都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去做第三者 破坏人家的家庭 我也一样 我却不允许自己的女儿 去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 医生 我最近吃东西的口味有些改变 还有 脾气变得很烦躁 容易生气 都是因为怀孕的关系了 应该是的 怀孕会带来很多改变 初期是心理上的 接下来当然就是生意上的了 对不起对不起 没关系 你下班回来再说 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 那大概是挺重要的 要不然 你怎么会特别要在外面吃饭呢 不是的不是的 真的不是什么重要的事 我只是觉得 我们好久没在外面吃饭了 想吃点不一样的东西 好 那我先看完会 等看完会了 我让阿强去接你 这样好不好 好 凌云啊 我还在你说 没什么 我只是想告诉你 我很爱你 我真的好爱你 我也是 那不耽误你的时间了 你快去开会吧 拜拜 来 祖经理 北京机场起大雾 飞机已经停止起降了 盛总他们今天来不了 希望取消今天的会议 改到明天一早 好吧 那把明天的行程重新安排一下 沈总这个会议很重要 以他们优先 好 等一下 既然会议取消了 那我有事要出去 那我就让阿强把车开来吧 不用了 我自己可以开车 妈 你怎么来了 那个姓林的在不在 我问你那个姓林的在不在 不在 什么 收拾东西跟我走 妈 别说了 既然你叫我妈 就得听我的 快去 我的话 没用了是吗 不是的妈 你听我说 你听我解释 解释什么 解释你 为什么介入人家的家庭 为什么 勾搭人家的丈夫 你没有逢人 这说明这是真的了 好了 你跟我离开这儿 以后 不准你再到这儿来 不准你再跟那个姓林的来往 妈 你听我说 我 我回来了 悠然 悠然 你 我看你的年龄 也比我小不了多少 我担当不起 也好 你在这儿 我正好 把话说清楚了 我的女儿悠然 她年轻 不懂事 又很容易相信别人 什么好听的话 都能把她哄得团团转 所以 才让你有机可乘 但是 她毕竟是个成年人 我也不能全怪你 今天 我带她走 悠然 我们走 妈 我跟你说过 我担当不起 我知道你很 你很生气 我们 并不是要有意瞒着你 这些我都可以解释 你不用解释了 你的太太 已经说得够清楚了 我太太 对 你太太 林先生 你已经有太太了 为什么还要在外面 拈花惹草的 难道你不觉得可耻吗 安丽 她跟你说了些什么 说什么 还要我来告诉你吗 她说 悠然 让她难开 让她伤心 我真是觉得很可耻 不 这不怪悠然 我和悠然是真心相爱她 我一定会 你什么都不会 一个背叛婚姻 背叛家庭的人 有什么资格谈论相爱 妈 林先生 你今天所有的一切 都是你太太给你的 你为什么要做对不起她的事情 你还有没有良心 你还有没有良心 伯母 对不起 我和安丽之间的事 在这里一时之间也说不清楚 但我对悠然 绝对是真心的 我会把我的问题给处理好的 悠然 我们走 我们全部都写作样了 妈 伯母 伯母 不能进 杨先生 我是在管教我自己的女儿 跟你毫不相关 我希望你能自重 不要怒得我们大家都很难看 妈 你听我说 别说了 有话回家说 走 我不能回去 优然 优然 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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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请你跟我去一趟民政局 办理离婚手续 我本来打算 等公司恢复正常 完全稳定下来以后 再来彻底解决我们的事 但是 现在等不到哪天了 就在今天吧 为什么 为什么要离婚 这已经不重要了 请你给我去一趟 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的 林云 你听我说 我已经改变那么多了 我还会改 你为什么一点都不退让呢 这不像你呀 你不是一个无情的人 你怎么一点机会都不给我呢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伤害优然 可你伤害了我 我们是彼此伤害 那是同一个伤口 我们是夫妻啊 我们可以相互扶持 可以相互补救这个伤口 我们可以的 我们真的可以 不瓦理 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我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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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看 我会的 你因为我 在一起 我会的 我可以的 你 我要 我可以的 我可以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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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韦德对我好 可是我不爱她 我只爱凌云 你懂什么叫爱 爱是不让人受伤 我平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生活 我只要是不让人受伤 妈 我没有想让你难堪 我想等一切都做好以后再告诉你 妈 别再说了 没什么以后 从现在起 你一定要跟那个姓林内断绝一切关系 我已经答应过林太太了 我的女儿绝不进入他们的婚姻 绝对不 妈 我做不到 就算你把我带到这里来 我还是一样回去找她的 你可以打我 骂我 但是你不可以强迫我 你怎么能够伤你 我找你 related 改 done 我应ail 安丽 安丽 下手 下手 去看看安丽怎么回事还不下来 太太 晚饭已经做好了 董事长在外面等了很长时间了 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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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看我 妈 这回你达到目的了吗 不用再离婚了是不是 爸爸 是不是我脖子上再来一刀 你就彻底解脱了 优人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好了好了妈妈在这呢 妈 我梦见好多血 什么血 鲤鱼 一定是鲤鱼出事了 你要上哪去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我要去给鲤鱼打电话 我要知道她有没有事 不许你去 妈 我求求你了 让我去给鲤鱼打个电话 别让我说了 从现在开始 我再也不要听到那位姓林的名字了 你只有一个选择 有她就没我 妈 爸 四季一直在等 你先回去休息吧 休息 他都快将你逼得活不下去了 我能休息吗 爸 按理几乎是我的一切 女婿也是我为她选的 我从来也不认为 我的决定是错误的 但是我的选择 却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和快乐 相反的 她现在倒是活不下去了 这是多大的讽刺 李月 要是按理有个三长两短 我不会原谅你 你才是个人了 我还怎么議能是对我刚才说的 我决定是怎么回事 我我决定 你的决定是任何你 我以为你 你让我给你带来 你要干什么 妈 这件事我之所以没有告诉你 是因为 在没有圆满结果之前让你知道 我怕你会难过 等黎明把一切都处理好了 你就会明白 她不是她太太说的那种人 你一定会接受她的 除非我死 妈 我过来看看 或许 你已经回来过了 你妈妈的气消了一点没有 这两天我都在医院 待会儿我还会再去 爸爸因为安丽 好像又老了十岁 我真的没想到 安丽她会自杀 虽然 她一直是一个走极端的人 喜怒哀乐都是这样 但是自杀 我真的没有想到 她会用这种方式来惩罚我们 我现在还要好乱呢 安丽的事情不处理好 我就不能把你接回来 你追适回来 可是安丽现在的情况 你不吃 我也不吃 我们母女俩一块饿死 妈 妈我吃 我吃 才是 你 按 卜 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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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爸 是不是安理他 他没事 他没事 你失望了吧 爸 你难道真像安理所说的 对他一点感情都没有 从来就没有爱过他 不